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来讲这个产品就是乐唱 乐唱它是什么功能 它这个东西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美生产 有专家的阿水丘有小多巴胺 这种阿水丘就是这个产品 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功能 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 它是用来调配肠道 因为它有很好的抗炎效果 你也可以抑制肠道里面有害解 你用完之后 整个虾子的肠道比较好 因为我们肠道对虾出现硬积 硬积会出现整个肠道的一个 一个红肠道 这时候做编辑有时候 会趁这个机会就进入了 然后一些肠颜 包括分件不成形 包括一些肠道粘膜的脱落 使用到肠道一方面 这个能调好的调整也调整肠道 为什么 一方面能够能够弄弃绝 一直有害几个肱脂的生长 调整肠道菱脂 一方面肠道的一些颜色 能够弄好一支颜色 让整个对下 整个对下的一个肠道 会有比较好 另一个方面的应用 就是在驱虫上 因为我们对下的养殖 有两大几种种 就是一个 一个是 因为水子因此为影响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仙包虫 因为水子不好说 容易咱不过虾的塞部 虾的腿部 会有 会有仙包虫 因为有仙包虫 多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脱壳壳 脱壳壳是一个问题 就是脱壳壳 脱壳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用了这个吧 因为我常常用了一些 有害性的东西 就是对伤水也伤匣子 但是于这个做内服的 早上晚餐 就很好去除蝎毛虫 这另外一个蝎毛虫 就是全球性的问题 另外一个这种肠 就是全球性的问题 就是 包虫 体现的就是 包虫的寄生部位不一样 比较性的也不一样 有的寄生在是消化道里边 整个消化道里边 但是什么 整个虾子出于一种 干脂不长的状态 对 饲料一直都加不上来 会出现 会出现 这么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表现是什么 就是恒文基 因为不同的 不同的胃爆虫 它寄生度也不一样 比较正常也不一样 会有点激动 八百的 二百的状态 这也是 再次另外一种类型 包虫的情况 太表现了 整个 这个恒文基 一说的影响之后 这虾子 它射食能力 下降 对 明显没法射食 因为它继续了 谈水底里边的谈量能力 就很差了 最多食物的能力 就很差了 所以说 最整个两个产品 要干脂 干脂不长 因为这个产品 对于整个的 整个的一个区域 区域的羡毛虫 虽然羡毛虫 虽然羡毛虫 还包括我们的包虫上 效果都还不错 都没有 那么多食物 就很容易 是 有 是 有 究竟 是 是 是